欢迎收看CDPLUS每周五更新的本周看点 我是德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的重点新闻 吉打州务大臣沙奴西表示 吉打州政府从明年开始 不再批准及更新任何与博彩业相关的营业执照 让涉及赌博的行业自动消失 来自一党的沙奴西就说 那些想要买的人可以去槟城买 一些意见就认为这样的禁赌令 违反了多元中庸的原则 更认为这是一党的政治手段 以便在马六甲州选捞取马来选票 这个议题进入白热化三天之后 沙奴西依然坚持立场 他甚至还表示 没有任何研究指出赌博会带来好处 而唯有遵从上仓的指示 上仓才会赐予更多恩典给吉打州 已经完成接种冠病疫苗的国际游客 从11月15号开始 可以在不需要隔离的情况下 入境福罗交易岛旅游 那国家安全理事会呢 随后也做出新规定 也就是入境的外国旅客必须要逗留至少三天 那如果他们想要去到大马其他旅游地点的话呢 他们则必须要逗留超过七天之后 才能够离开福罗交易 国防部长信仙目定就表示 福罗交易国际旅游泡泡计划的发展 将会是政府用来参考 是否与其他国家展开 疫苗通勤通道计划的考量因素之一 我国近期冠病疫情有恶化的迹象 那单日确诊病例呢 在11月7号曾经一度达到第一点 4343宗 但是最近呢 又开始回升到6000多宗了 根据COVID-NOW的数据显示 我国总共有四个地区的普通病床使用率 是突破了80% 包括登加楼 吉兰丹 马六甲 以及纳米 那另外有五个州属的病床使用率 也超过了70% 本周的最大看点新闻 绝对是万众瞩目的第15届马六甲州选 投票日呢 就在明天 11月20号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场拥有112名候选人 提名角逐28个州议席的选举呢 被形容为大马史上最激烈 却又最冷清的州选 国盟和巫桐的分裂 让本届州选告别以往一对一的对决 那三大阵营 国盟 国政 和西盟 各别派出了28名候选人 另外再有22名的独立人士 以及6名其他政党候选人 将会共同参选 本期本周看点特别邀请了莫迪卡民调中心研究员 李泰德 为我们分析 到底谁将会在这场州选 占有最大的优势呢 另外又有哪一些缺点 他们必须要克服的呢 我们先从国盟开始好了 毕竟国盟在去年9月的沙巴州选当中 拿下了17个州议席 但是这一次 他们有没有办法继续在甲州复制这个成绩呢 连续慕尤丁的光环趁胜追击 国盟的优势当然是有这个慕尤丁的光环 因为慕尤丁他是一个疫情后上任的首相 所以呢 他在疫情方面呢 无论是疫情的援助等等 使得他在乡区 迷取是马来乡区里面得到非常高的支持力 这个土团党呢 他也是希望呢 用这个阿巴 慕尤丁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形象 来打响改党的致命度 于劣势的话呢 当然就是 伊斯兰埃沙比里上任后入同的官职派呢 就是把慕尤丁呢 给踢出来过后 他现在已经没有首相的光环了 所以 土团党跟国盟呢 他还可以不可以复制 沙巴州选举的那一个胜算呢 这个是我们还是要观察的 但是呢 因为土团党他基本上是 成立只有大概是五年多的政党 所以 他这方面他是完全没有基层的 他的基层完全呢 是希望可以 基层在这个伊斯兰党 他在2018年的时候 还不到20 但是接近20%的马来亚选票 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马来亚立票 在2020年 土团党的转向 才导致呢 这个是因为从执政党变得反对的 所以他这方面呢 当然是一个挨打的局面 你是这个 这个在马来亚社群 我们现在讨论的非常想念的问题 这个是他们必须要面对 要怎样去解释的问题 过去的马六甲一直都是国阵的堡垒区 我们看到国阵在2013年拿下了21个州议席 这说明他们在甲州是有一定的基本盘的 国阵的优势呢 主要还是武通 武通的话呢 他毕竟是一个超过70年的马来亚政党 他的这个支部 他的超哥 就是核心支持者都在那边 所以武通呢 如果他在这样选得烂呢 他至少他有那个基本盘在那边 所以他可能他的这个基本盘 他已经有至少百分之三是的马来亚政党 所以未来呢 他可能要怎样冲告 他需要更多的优利票 这个就是对他的加分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慕尤丁下雨过后 武通他又重回了这个执政 所以这方面呢 当然是可以给他加分 因为他毕竟是在联邦 他是这个执政 他要去说服马来亚政党 他的话 他可能就是说 如果是联邦跟州政府 都是武通来掌反抗的话 这样子呢 他们呢 在实证方面呢 会更为顺利 缺点在于呢 会打响这个州选举 主要是因为呢 马六家武通的分裂 Idry Sarun跟之前有一个 半来亚政党的州议员 他们退党过后 可能有一些被视为呢 原本是Idry Sarun的 可能支持者 也没有在 武通的这个候选的名单中出现 这个方面呢 他可能会 遭到呢 扯后腿的现象 可能一些选举 可能就是 优势是500票到1000票 可能如果是这个扯后腿的状况发生 这个原刃走一眼 他可能他的势力不大 但是他只要呢 手上掌握一部分的选票 去把这个票 投给西门还是国盟 这样子呢 他就会对这个选情产生影响 这个是国阵 尤其是武通 他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州群 他们还是会面对一个问题是 被尤其是国盟来攻击 说这个是贪腐的政党 这个1MVB 特定又出现 这个会不会 可能会影响到 马来游离选票 最后呢 这些马来游离选票 可能在衡量过后呢 还是呢 会把票投给国 接着我们再看西蒙 和其他政党一样 西蒙现在也非常努力 捕捉游离选票 尤其分析普遍认同 投票率偏低的现象呢 很可能会是西蒙的致命伤 虽然西蒙在华裔 以及应议选票上 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但是他们要如何补足 其他的缺陷呢 西蒙他最大的优势 当然还是在 华裔个应议选票 加起来是 接近35%左右 可以看到华裔应议呢 他们还是对西蒙很多的抱怨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 可能你要去把票投给国 国政还是国盟 可能那个票是没有办法投下去的 所以这方面呢 西蒙呢 还是会占到这个优势 所以这方面呢 如果投票率呢 不差的话 基本上西蒙呢 他的这个表现呢 会是很OK的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有这个 阿德里作为西蒙的首席部长人选 因为阿德里他在 2018到2020年 担任这个 马六甲首席部长期间 他的这个 reputation approval rating 是非常的高的 在马来社群里面呢 阿德里的 reputation 满意度呢 也是周内的马来领袖当中最高的 所以这方面呢 如果阿德里的这个 这个首长牌奏效的话 基本上呢 可以为这个西蒙呢 带来更多的这个优势票的支持 越是呢 西蒙他在 2018年的 民调周旋呢 总是15对13期嘛 但是他们的这个 马来选票呢 只有了30% 这方面呢 在这个 你有想 2018年的 全国大权这样 有马哈迪的光光 所以呢 马来票呢 当然是会退步 另外一方面呢 2018到2020年呢 担任全国的执政党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执行好 这个竞选宣言所说的东西 这个是让他们呢 会陷入一个挨打的局面 可能最后呢 会影响到 刘李选民转到国盟去 这个是可能 国盟呢 他会占到这边的平衡 根据本地马来报 Utusan Malaysia的实地考察预测 那国阵将会拿下 13个州议席 西蒙5个 国盟3个 而其余的7个选区 现在被列为 灰色地带 最后的投票结果呢 将会由 游李选民来决定 谁会胜出 这一场选举呢 主要还是在于是 国阵跟西蒙的斗争当中 如果今天西蒙有办法 把华裔选民的投票率呢 冲高到65%左右 这样子呢 他可能在很多边 冤意使用 是会取得优势的 赢得的一席 能冲高到15% 国阵呢 因为他的背景在那边 所以呢 他要防堵的孩子呢 没有太多的买选民 把票流到国盟 跟伊斯兰党那边去 上一届大选呢 在三角战的情况下 他已经赢了13C了 所以呢 他只要在印度2C 阻止这个流失 这个的话呢 他就可以从国盟看了 但是呢 国盟他可能还是会在一些 选区呢 取得不错的成绩 甚至呢 可能呢 会赢2到3个州一席 可能呢 是还有那个 一定的胜算 另一份马来报 Sina Harian也列出了 本届州选的10个热门选区 明天进入开票程序之后呢 这些选区就会成为 最主要的焦点了 本周看点也为你列出了 最值得关注的3个热门选区 第一个 Danjong Vidara 因为这个选区呢 他是 巫统的州主席 Ralph对雷呢 国盟这个联邦副部长的身份 也是呢 Masjetana 国会议的Masemiyati Masemiyati 他是从巫统 跳槽到普团党的 多少还是有他的势力 跟他的优势在那边 国盟他在这一次的周团 他要赢得15个议席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呢 如果你赢得几个议席的话 尤其是像是Danjong Vidara 我们是说 巫统不成熟的选区 这样子的话 图团党会赢得筹码 在求大选的时候 要逼巫统呢 来跟他谈判 要怎样子来分配议席 第二个选区呢 是有好一部分 印语选民的Garding 主要是 行动党的印语候选人 对雷 国大党的候选人 但是呢 这个选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 选民是 马来选民 国盟他派出的是 这个马来人候选人 所以这方面呢 可能会不会呢 看到都是 两大党是印度人的选民情况下 他们把票投给国盟 这个是有看透的 另外一个呢 应该算是 这个万望 因为 这个是上一届大选 是行动党赢下来的议席 现在行动党呢 他们自己也是认为呢 这个选区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呢 要更换他们的原认候选人 而又周主席来上阵 郑国秋他要对垒满花 又对垒这个土团党 会不会呢 因为两个华裔候选人 最后呢 这个马来多数议席 那么 有一部分的马来选票呢 又流到伊斯兰党去 然后呢 来决定 这个成败 根据选举委员会发言人的宣布呢 甲州选举的结果 将会在最早当天晚上10点 最迟5月12点前公布 我们就一起期待结果吧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最想要看到的新甲州政府 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府呢 你有没有什么话 特别想要对接下来当选的候选人说的 如果你是甲州选民的话 请记得要履行选民义务 投票期间 记得遵守SOP 本期的本周看点就先到这一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给身边的朋友们 我们下个星期五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